论文抄袭风波延烧 自策会除了发函给新兴纳提大学 还能对美国机构的侵权来求偿 而且是以被下载次数来计算 有网友就号召要一起冲高下载数 截至27号下午4点 高宏安的论文被下载破55万次 比新竹市民人口数还要多 如果下载一次可求偿3000美金 自策会有机会能求偿到16亿5000万美金 相当于520多亿台币 每方更有可能转向高宏安提告 但求偿金额还是有上限 跟前有关的还有违法兼职争 其实高宏安都一直强调 没有领到克制的薪水 说没领薪水 但根据候选人财产申报 高宏安在克制企业有两笔股票投资 一笔是在2015年10月26号取得 投资金额40万 被踢报是资测会给的投资奖金 零一笔2018年5月15号的125万 正好是他从资测会离职那一天 科制的股票是我自己 就是花钱来做购买的 所以其实他并没有所谓的 什么资测会给我科制股票 虹海董事长帮他解决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好像有Promise说会买一下科制公司 那你是事先知道 虹海要买科制 然后你现在去买这个股票吗 那这样有没有涉及内线交易的问题呢 虽然强调买股票的钱都是自己出 但外界也好奇高宏安是不是干脆拿出 报税单就能直接证明 法律问题怎么面对 悬赞倒数一个月 高宏安不能以拖待变 3D新闻陈居姐 李贯志 台北常务道